总统马英九在昨天晚间夜宿彰化 今天一早就有人在外头拉白布条 抗议政府引逆勤流感疫情 一大早马总统到陆港的市场 帮党内的陆港镇长候选人菜名中拉票 也有肉贩当面陈勤说 肉卖不出去生意很差 马总统则是回应我们会注意 马总统夜宿彰化秀传医院宿舍的外头 一大早就有民众拉白布条 抗议政府引逆勤流感未选情 从勤流感到一国两区 民众要把不满说出来 虽然总统车队刻意避开 没从他们面前经过 但是下一站 陪同党内陆港镇长候选人到早市败票 就遇到肉贩当面陈勤 鸡层大吐苦水 总统笑脸说会注意 每到一个摊位不忘握手 看到菜饭还蹲下来寒暄 受肉惊风暴与秦流感引力争议还没划下句点 总统借由下乡 活有探访民情的意味 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